中文字幕志愿者 因为他们预计在今年之内 要签署一个和平新协议 也就是说未来的两韩 可能会进入完全不一样的全新时代 不过呢现在大家最关注的 当然就是相对轻松的晚宴场合了 尤其稍早之前南韩的第一夫人 我们看到对北韩第一夫人 都相继来到了现场 尤其是晚间南韩时间的6点15分 李学祖的现身 可是让全球媒体睁大眼睛都在看 而他一身浅桃红色的洋装现身 看起来笑容依旧 另外呢我们看到文在寅的夫人金正淑 还特地走出了这一次和平之家 走上红毯来迎接李学祖的到来 而且现在根据稍早之前 官方公布的最新画面 我们看到文在寅以及金正恩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下午太阳晒多了 还是因为其实这画面公布之前 有小小喝了点小酒 举杯干了一下 因此两个人脸看起来都红通通的 甚至呢可能是周车劳顿的关系 金正恩在某些画面看起来 有一点点郁闷闷闷不乐 不过还好现场的表演节目呢 其实安排像是小朋友唱歌 才让他一盏笑颜 不过其实之前还有另外一个焦点 那就是金正恩的前飞温女友 玄松月之前也传出 会出现在这一次的晚宴场合 不过根据官方公布的画面呢 目前还没有看到 如果稍晚呢有最新的画面 三例新闻会带您持续来关注 不过这一次我们看到 金正恩呢今年真的是备受瞩目 因为从之前的小小火箭人 变身爱好和平的北韩领袖 甚至今天英国博彩网站的 诺贝尔和平江赌盘 竟然成为了川普以及金正恩的天下 以一赔二的赔率成为大热门